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烧少林无祖创权的故事 然而不论坊间流传的故事有多么生动形象 火烧少林虽然有史可查 但无祖创权却依然是无实可据 难道少林寺与无祖权的关系 真的是无根之水全凭人们的主观想象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无祖权的名称又会与传说中的少林无祖如此惊人的相似呢 就在这时 我们在泉州少林寺的大殿上发现了一个匾额 上书登传建经四个大字 而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匾额最后的落款 国际无祖权联谊会 如果说这一匾额只是单纯体现武术界中一个门派对于少林武术的尊崇 那么它为何会悬挂在大殿如此醒目的位置 这其中是否会透露出一丝少林武术与无祖权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呢 为了探寻这微妙的关系 我们找到了提醒变额的国际无祖权联谊会主席周坤明 创权要深作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点 叫做登传建经 这个因为世标中一代传一代 它叫做传登 就是一代活动传一代 它是用传登这个词 那为什么叫建经呢 是因为我们前周在明代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民族英雄 看过的名字叫于大游 他写了一部书叫建经 这部书是目前我们中国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武术专注 建经为明代抗窝明将于大游所编著 于大游不仅是抗窝明将 在棍树上更是有着极深的造诣 目前少林寺的代表棍发是风魔棍 研究者认为 目前少林寺的棍发就是于大游所穿 那么抗窝明将于大游 怎么会与少林寺有着如此之深的渊源呢 而且周坤明在给少林寺的赠点中 为何会引用建经一词 这其中到底暗含着他们怎样一种关系呢 于大游明代著名的抗窝将领 戎马一生战功显赫 与当时另一位抗窝明将七级光 并称鱼龙七虎 其领导的鱼家军 威名赫赫 声名远波 他不但是一名军事将领 更是一位记忆精湛的